歡迎回來 五七股市同學會 台北股市連續兩天又要公萬八 可惜都公敗垂成了喔 這個時候殺出一個程咬金 又是外資 就是小魔啦 我們台股有大魔王 居然還有小魔王 這個小魔今天最新出具了一個報告 它是降頻聯電 導致昨天聯電的ADR 是大跌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看法呢 等一下就會問趙麗老師呢 對這個小魔報告的解讀 跟另類的觀點 我們現在看大盤啦 大盤今天開高之後呢 其實呢 就一路的震盪 盤中一度被壓下來 可是尾盤很神奇喔 居然又是台積電 台積電尾盤一口氣拉了6塊錢 讓大盤的這個指數 一口氣是拉到了上漲 81點收在17914點 把這個指數呢收在179百點之上 但是我想問趙麗哥 這件事情好像似曾相識 就發生在兩天前嘛 對 那一天也是台積電呢 拉了尾盤 把指數往上拉 今天又來這一次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訊號 那既然小魔看話我們的 半導體 但台積電拉尾盤 台積電有辦法成為大盤呢 穩穩往上攻18 很重要的支撐嗎 對 沒錯 我想最近這幾天 這四天 這個禮拜剛好是這樣 台積電剛好一天漲一天跌 一天漲一天跌 那搞的指數呢 在這個地方也是一樣啦 就是一下子上去一下下來 就是大概維持這樣 大概就要18這個地方整理 那當然我的看法是這樣子喔 其實這個目前來講 應該是關前的一個整理 指數18000在短線上整理完之後 應該會過啦 因為第一個來講的話 其實我也跟大家報告過 廢成半導體 假如小魔看壞了我們的 不管是聯電啊 不管其他的日月光頭控 直接先經歷激電 對 沒錯 這些股票的話 那其實理論上來講 應該對於 所謂成熟製程這一塊 就是說基本上來講 廢半應該也要跌 可是你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收盤廢半只有小跌 可是廢半是創新高之後的 小火拉回喔 那NASA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今天是小漲 所以我覺得 然後等一下我再針對小魔的部分 來跟大家講 所以我覺得以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指數 短時間拉回的空間不會大 應該之後會往上 那只要台積電真的往上再衝的話 其實18000點很容易就沾上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股市發燙人氣回流 那投機跟投資的 並存 對 各選各自己要的 所以過關拉回之後 不愛震盪走高 那當然比如說 IC設計 車電 台積電 大概部分的一個傳產 我想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都可以值得來做留意 當然台北股市呢 在公到歷史新高之前呢 還是有一些投資專家 會抱持比較保守的看法 昨天永豐金照看了年底的 這個投資展望嘛 最近很多的投信公司 都在做這樣的活動 他們是說呢 明年上看18000200點 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到18000要先賣一下下 跌到16400點以下就可以買 這個幅度好像有一點大耶 教理哥 您會這樣看法 會不會太保守了一些呢 其實我覺得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大家市場現在預期 一般來講 廢的應該明年6月會升息 對 預期3月升息的人比較少 預期9月升息的大概也比較少 大概應該現在是明年的6月 那升息大概2到3碼的一個水準 好 那假如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以6月為準 其實在前半年的時候 股市相對上來講 會比較進入回檔修正的一個走勢 那假如說你再搭配小摩的看法 其實確實 明年的金元代工 有可能是高峰了啦 就成熟制成這一塊 確實沒錯 因為2023年就會擴廠很多了嘛 所以等一下再來講那一塊 所以就是說以這樣的情況來看的話 確實再往上衝 我覺得衝過18000也不會真的非常高 反而落底的 就是說衝高之後 確實有可能要慢慢減碼 比如說到13000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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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那個要看整個美股的一個態勢 那基本上明年 假如我們講常見 應該明年第二季 那時候升息的時候 那時候應該是相對低點 所以明年的下半年 基本上會比上半年來的好 我想這是常見的看法 好 那另外一塊 其實美國的部分也很瘋狂 美國的散戶風選擇權 所以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今年截至11月底以來 美國平均的日選擇權的成交量 是3900萬口的合約 較去年同期成長35% 對 對不對 很高 然後散戶既然佔了 現在美國的散戶也越來越多了 對 美國市場基本上來講 散戶比較少 對 都投行為主 你看 現在竟然是四分之一 其實也很高了 所以我相信 就是說 升息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不會太晚 就是說它 因為真的股市說真的熱 所以有些人到18000稍微會自行解碼 這個也是正常 因為確實相對高 又這麼熱 大家怕政策降溫 好 那台股的部分其實也是一樣 你看到11月份的交易人數大增 我們看這個表就好了 好 總歸戶的開戶數就全部的 你可以看到月增4.8萬 歷史新高 對 另外的 有交易的戶數來講 月增41.5萬戶 大家都在要拼拼萬八的意思 你看 對 336 你看 11月 所以代表10月的時候 減掉41 其實你看這個成長幅度很大 定期定額的投資新人 也是開辦以來的新高 那其實成交值啦 今天其實周轉你看 都是 所以你說台灣股市不熱嗎 其實台灣股市也很熱啦 對 所以我只要說 現在來講的話 大家似乎真的都在搶錢啦 搶 不管是農曆過年前的紅包行情 對 好 那在搶的過程當中 當然你還是要慎選個股 我想是這樣的情形 好 那今天很重要的 就是小磨的部分 對 很多人把今天台北股市 有一點表現不好是歸在 歸咎在小磨的身上 因為他說他 居然在這個力氣店掛牌沒 其實他就看壞他 認為說半導體派對高峰前要離場 那趙立哥剛才有先講了一點點 他說的確明年上半年呢 半導體的這個景氣會稍微見底 因為這個產能慢慢開出來了嘛 可是真的需要這麼樣的放大解圖 有到減碼的地步降停的地步嗎 對 他的想法大概是這樣子 他覺得明年下半年之後 大概有可能有庫存的疑慮啦 再加上明年下半年有可能 年底的時候有一些產能會陸續開出來 那明年是2022 那2023當然開出來的產能更多啦 尤其是在成熟製成這一塊 所以2023來講的話 基本上會比2022確實來的差 我想這是市場的公司 好 那假如是明年下半年 我先講結論 明年下半年才有可能 景氣高峰之後觸頂 其實現在才12月份 對啊 股價你看到未來的基本面 不管營收獲利數字 基本上來講都還是好的 毛利率也是好的 因為漲價 還在漲價嘛 明年第一季基本上也是在漲價 成熟製成 那第二季大概也是漲價 所以我的意思說 其實現在你就直接跳過 明年上半年 然後直接反應到 明年8 9月 10月 太遠了 太快了 我覺得假如股票 是提前反應沒有錯 可是基本上也不會這麼快反應 假如是這樣子 那其實今天的廢辦 應該說真的要大跌 對不對 對 那也沒有嘛 所以你看這個狀況來講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 短線上像今天會有影響 因為台灣的投資人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投資人 真的對外資又愛又恨 那就是他覺得一講的時候 基本上都有效 你知道嗎 外資一講的當天 大家都會怕 大家會怕 唉唷 不然我先出出來好了 我先獲利落袋 其他人再說了 你知道嗎 不對 吹回來就好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來講 不管是他看空 比較看空的 聯電 世界先進 力氣電 日月光等等 我覺得其實沒有那麼的差 你不用說今天跌下來 明天假如萬一真的上 我覺得大概明天就會直跌了啦 好 那重點是其實 警官小模式有點對於聯電 日月光 力氣電 世界先進保守 但是它是維持加碼台積電跟聯發科 這代表是整體的半導體的狀況 先進製程還是有機會的對不對 對 沒錯 我想在先進製程的部分來講 其實假如說以台積電跟聯發科來講 當然聯發科是在一起設計 台積電 其實我跟大家講一個邏輯 為什麼他要這樣看 就是說 大家也知道 其實今年的成熟製程來講的話 其實漲價非常多 尤其是在聯電 所以你看聯電EPS 跟去年同期比較的話 其實成長非常大 世界先進也一樣 台積電反而沒有成長那麼多 因為台積電有一半在第三季 是先進製程的部分 就7奈米加5奈米大概佔它的 整體的營收大概有5成 所以你可以發現 在今年是漲成熟製程 可是明年會先進製程 因為 成熟製程 我終於還記得等一年啦 不然7奈米不管我們奈米不管 Apple加通其他的高通等等 產品一定越來越多 所以以明年來講 台積電的漲漲會比聯電好 明年先進製程是比較有機會的 今年是已經漲過的成熟製程了 對 那有可能我覺得 成熟製程的部分 有可能會在明年股價 有可能第一季底或第二季初 這個地方它準備要反映 明年下半年有可能會見到高點 這個確實是沒錯啦 好 那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來看的話 其實我個人覺得 台積電相對常來講 在未來的展望會是比較好 那另外一個來講的話 就是說比如說 像美國喊出 供應鏈保護主義 就是葉倫等等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有時候股票就是這樣 股票不會天天都有利多 在利多的過程當中 總是有時候會利空出來 你知道嗎 你像有時候 三宗就跳出來放話 有時候就一定要跳出來放話 對 現在變成它 對 現在它要跳出來放話 可是也有講好的 SME SAMI講 對 就是一定要來補貼 我覺得 肯定會補貼 只是說會不會對 它自己國內 美國國內的這些企業 補貼比較多 這個不知道 可是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會補貼 因為這是戰略的問題 美國也希望其他國家 在那邊射金元廠 這是戰略對不對 我想是 尤其是我們台積電 對 好 來 那 聯電 聯電好 我們再回到聯電的部分 你看 之前我們的謝社長對不對 也講過 大摩搞聯電 那時候股票搞得很委屈 你知道嗎 它是抱不平 那以 它是以格羅芳德 跟聯電的潛在EPS 市占率來做比較的話 其實是優於 所謂的格羅芳德 我記得其實趙麗哥在上禮拜 就已經透過這格羅芳德 跟聯電的比較 告訴大家說 其實聯電真的現在股價 是被低估的 對 沒錯 就是說你以前三季的EPS 來做觀察的話 其實格羅芳德 前三季是負了0.59美元 對 聯電的部分是剩 這個聯電剩嘛 對不對 那市占率的部分來講的話 也是剩嘛 一個7% 一個5% 那 市值的部分 你看它把它轉換成 大概 新台幣9600多億 少了一個億 對 那這個來講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8000多億嘛 所以我的意思說 假如以這樣來講的話 其實它是低估的啦 對 確實 所以我覺得聯電 你說這個地方 然後你看它的漲幅 從掛牌以來 10月底掛牌以來 格羅芳德 從47塊 漲到這個地方 大概40% 聯電的部分大概也漲了 才漲了8.7%的水準啦 所以相對上來講是委屈 所以我覺得 短線上這兩天影響完之後 大概就不太會影響了啦 所以你只有聯電的說真的 也不用太過於去擔心它啦 好 那現在呢 其實半導體股的方面 趙麗哥就用這個 格羅芳德跟聯電的這個 互相的這個來評比看起來的話 其實聯電的部分 真的有被低估了啦 對於小摩的看法呢 大家可能擁有比較中性的一個 態度去看待 但是呢 趙麗哥你就有另外一個解讀 認為說 如果小摩會一刀降頻 半導體指標股的話 我們反而可以往設備股 或電源IC來找機會嗎 為什麼呢 對 沒錯 我跟大家講一個邏輯 假如其實今年真的 成熟自身的部分 非常非常缺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的晶片 比如車用的晶片也缺 那這一些 或者是像電源管理IC 對啊 是當然缺了一整年 所以車都沒有辦法 好好的出貨嘛 對 都沒有辦法好好出貨 那假如你看明年的狀況 確實是這樣子 基本上來講 成熟自身 因為明年下半年之後 年底慢慢開始量產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要想晶片缺的 你要找晶片最缺的 就是說 成熟自身假代工 它的產能不那麼缺的話 那是不是這些就收回了 這什麼東西 會開始出貨 對 就開始出貨 營收就出來了對不對 好 那現在你要看什麼最缺 晶片裡面 現在你要留意的有兩個 車用的 車用到現在還是很缺 對 那慢慢的 其實有一些廠商也跳出來 車廠也出來講說 其實慢慢的之後 最缺的狀況好像已經過了 慢慢的會比較不那麼缺 另外一個 就是在電源管理IC 其實這一塊也非常非常的缺 在現在 那未來來講 這一塊的產能 也會陸續開出來之後 其實他們的營收慢慢就會出來 那當然電源管理IC來講的話 台灣 所以你看 一個就是系列KY 就是股王 最近也跌翻了 是 那可是最近這兩天又開始 撐住了 撐住了 穩住了 穩住了之後 我覺得其他的電源管理IC 比如說像通家的部分 3588的通家 對 那這個來講的話 你看它的線型好了 我們看一下 3588的通家 這是系列 其實慢慢穩的 通家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發現 也是一樣 我覺得這個理部的形態 應該慢慢出來 好 那 所以我個人覺得 當然還有其他的IC設計 電源管理IC的部分 那另外一塊 台積電的擴廠的一個部分 當然相關的設備供應鏈 或台積電大聯盟 因為明年 先進製成這一塊橋 它的營收慢慢的爆發出來的話 我想這一塊 當然有些設備股的部分 因為現在 台積電還在擴廠 所以像帆軒 像經典 對 今天 只是說因為漲多 有時候設備股就是這樣 你不要當天大漲的時候去追 對 沒錯 因為這種股票 它大漲都很容易拉回 你像經典也是一樣 所以這種股票 然後未來展望是OK 可是你可以等它拉回來 好 讓它整理量縮 再看一下 不用急著買 因為現在 我就說你現在不用 急著持股滿檔 因為現在大盤 個股的表現難操作 對 真的 你看 連老師都說難操作 對 不要亂追 不要找盤 你看衝上去 你今天有時候追漲 你明天都跌5% 對 對不對 所以不要亂追 照顧好自己的錢 這個很重要 那聯電的展望的部分 我想這個 之前 高盛是講119 其實你看大概都是70以上 比較多 那台積電的展望來講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 目標價 最低也有500 對 有500 其實你看台積電 有的最高也到1028 其實我覺得 明年的APS 也都比今年成長 我想半導體這一塊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最後一分鐘 追蹤一下電動車 對 電動車的部分來講 其實跟大家報告 剛剛有提到 車用晶片會越來越多 對不對 那傳統燃油車 還有自動駕駛 還有電動車 這一些等等 所以再加上你看 拜登親行證明 其實我跟大家講一個邏輯 你要分清楚 中長線跟短線 產業趨勢 電動車當然有時候也會有利空 因為 它有時候會有一些利空出來 可是它的長線的方向 賣的車子越來越多 是OK的 所以你要買的時候 你也是等待拉回來 因為現在的盤不好 除非說現在的盤 是真的大漲的盤 供給盤 那你真的沒辦法 一定要去追 跟今年中的航運一樣 對 那現在這種盤 是一個整理震盪的盤 所以我覺得就這些股票 大家可以留意它的一個方向 好的 以上是趙立哥 今天針對了半導體族群 跟電動車族群 所做的相關解析了 如果選對操作 這個半導體跟電車族群 哪一些個股 比較有機會 有任何想法的話 歡迎參考我們畫面上面 趙立哥的大頭娃娃 跟他加個賴班的持股問題 還有交點個股的問題 都可以跟他來請教了